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1月2号上午 空军一架UH-60M黑鹰直升机 前往宜兰冬奥进行春节慰问活动途中 因为不明原因 说是迫降 这要打引号 新北市乌来山区 造成八死五伤 其中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 情报次长是助理次长洪洪军 政战局副局长于清文等高阶将官 都不幸厘难 参谋总长是台湾军方系统最高指挥官 也是国军有史以来第一位上将因为坠机而殉职 也是66年来第一位在任上去世的参谋总长 这一次也是台湾军方高级将领 搭乘专机发生事故之中 殉职者军职最高的记录 在1974年昌平演习期间 当时担任陆军总司令的余豪章上将 搭乘直升机视察时坠机 13人殉职 余豪章身受重伤 1990年 当时担任空军总部少将副参谋长的林隆县 搭乘空军运输机期间 在云林发生空难 机上18人全部罹难 今天我们进行了单元专家知识 访问的来宾军事专家吕李诗 他也是前飞弹巡逻舰的舰长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陨落的黑鹰 Black Hawk Down 黑鹰是向美国人买的 我们用什么方式买怎么用怎么分配 这好像跟原先黑鹰这种直升机的设计 性能或者是编装 好像也是有一些出入的是吧 当初要买黑鹰直升机的时候 其实是陆军要买 可是因为陆军很筹获之后 然后空军的救护队的直升机 就是以前用的S拐动 那他的其实他的售限也即将到了 那以往也是没有想到说 可以一下子就买到黑鹰直升机 所以那个时候 总统就下令拨了15架给空军救护队 那是马总统的时候 对马总统认为 他就已经下令拨了15架给空军救护队 救护队 对那这个救护队本身 他其实他有一两架 就是他的内装比较不太一样 也是黑鹰 对 原本就有 以前不是黑鹰 以前是S拐动 S拐动 然后他上面 他就是他的座椅其实不是帆布座椅 就是一般的比较舒服一点的座椅 像沙发一样 那是给高级长官 就是像这一次 他其实是要去宜兰东奥领雷达站 明白了 你说的是 我再厘清一下 是 在马英九时代拨了15架黑鹰 给空军救护队 而这15架黑鹰之中 有一两架不是帆布椅子 对 是比较舒服的 也就是专门给高级长官 对 很快速的到达 是道 就是到高山站台 或者是到一些 比较没有办法做定义机 然后必须要做旋翼机到达的一些外道 那这一次 其实 成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是最高军值 可是不一定是最高军阶 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昌平演习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其实 殉职的长官也非常的多 那只是 那时候的陆军总司令 于昊昊张上将 其实他是重伤的 那也是当时他的一个侍从官 就是前国防部长高华筑 他其实就是 他是出来求救的 对他是出来 他也在那架飞机上 那他腿都断了 他爬出来求救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 说沈一鸣总长他的一个参谋 就是他紧紧抱着总长 就是护卫长官的一种心态 那我也相信这个黑鹰上面的不管是驾驶 副驾驶都尽了最大的力量 因为军方我们在做各种操演不但是要怎么样使用 而且还要进行各种故障排除的演练 所谓故障排除的演练 例如说发动机失效 那你要怎么样处理 那例如说那个尾旋翼失效 那你要怎么样处理 那这个是空军的部分 那像我们海军 那个我们每一次 每一根四小时 那多半都会都会要求各根的直跟官 要做最起码要做舵机故障 就是那个舵坏了要做这种操演 那因为因为我那时候我的船的顿位比较小 那就是军官比较直前 那我都要求每个小时做一次 那我每个小时做一次 那个当然我自己也要做 那那个天知道什么时候会用的伤 结果还真的用伤 就是有一次我要进基隆港的时候 然后结果卡在左舵 左舵15度 那我们如果大家有在基隆港港口看一下的话 它的防波体左边是一个凸体 我跟它的距离已经不到不到100公尺 那卡在左舵 那就直接要撞防波体 对那那个时候 我们一般的操演 就是要拉舵机故障 然后人员就位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等不及了 你等人员就位的时候 大家已经装上去 我立刻用就是用车来扭 就是用左进二又退一 这种不平衡的那个那个用车 然后把它整个往整个船 往左扭 这样子直接进港 所以后来我的那个其他的舰长说 你的船进来怎么船头是歪的 我说因为我舵机故障 他说你舵机故障是几度勒 我们一般操演 实际上切掉那个舵 让直升官去身力其境一下 大概就五度 我说我卡在15度 他说哇 那你还没有叫拖波吧 你拖进来 我说如果等到拖波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进的是基隆港 大概阻碍航道 或者就像老实讲 已经撞到防波堤 防波堤或岸边或码头上 所以自己扭 自己扭最快 所以其实我们都不断的做这种演练 而且以空军来讲 他发生各种意外 他要切电门切油门 避免爆炸 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 还有这么多人生还 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爆炸 所以我们应该除了 殉职的总长之外 我们也要注意到说 这个正驾驶 副驾驶以及机工长 其实他们的处置得以 我们也要感念在心 那才有其他的这些生还者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这些伤亡的将士默哀 也对这些家属 至上最深的敬意 但是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吵说 这个会不会有真空旗 指挥会不会有真空旗 然后呢 就是参谋总长 对 那还有那个 情况自然是 那总统候选人 就有一位他提到说 总统应该要立刻 回到那个 恒山指挥所 那是不是有这个需要 事实上来讲 总统回到恒山指挥所 未必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行程安排 因为 有人也有的学者讲说 其实我们已经军政军令 一元化 那我们有军政副部长 我们也那个 也有军备副部长 我们也有军 其实参谋总长 就是军令系统 副部长 那以前在2002年3月以前 那其实是军政跟军令 是分开的 参谋总长直接向总统副部长 三军统副部长 对 那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 这件事情 那跟今天的状况就不太一样 2002年以前 总统就必须要回到恒山指挥所 对 那个时候 因为他是三军统 所以他的军令是直接透过 参谋总长 但是事实上来讲 其实我们国军有很完整的一个叫做 那个五级代理人 那大家对于这个可能了解的并不太多 所谓的五级代理人 就是例如说 现在那个参谋总长殉职 那谁应该来替代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副总长兼执行官 海军的刘志斌上将 那当然是总统立刻要求他 现在来站在参谋总长的这个职责 那事实上来讲 他本来就是一个五级代理人的一个制度 那五级代理人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不太了解的话 我们就这样讲 例如说这作战的时候 舰长如果阵亡了 殉职了 那怎么办 难道仗不打了吗 没有 副舰长上 副舰长也阵亡了 怎么办 作战长上 一个一个都是 全船不能够没有人指挥 因为要如何作战 重点应该如 就是说应该要如何处置 都要有人决定 那所以我们讲的从我刚刚讲的舰长副舰长作战长兵器长或者是战系长这一连串的 战系就是作战系统 那其实他都是有一连串的那如果是以陆军的军阶我们讲的大家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连长如果殉职那就是副连长副连长完了那就是排长那排长有三个排啊那到底哪个排啊 最直升的那个排啊那我们的五级代理人制度呢事实上它是我们每换一个主官然后每换一个那个这个五级代理人之中有异动的就整个通通都要改而且如果有例如说应该是第三级应该是作战长但是作战长他可能还没派那怎么办那在这五级代理人的一个名册里面他就要承报说我要选事员适当的那是最之身的那个派 这些事情都要在多久的时间之内来完成这个就是人一根洞就要完成就是不会等到意外发生才来想这件事情那就来不及了而且这件事情是平常大家都知道谁带谁谁带谁那也就是出了事情之后立刻就是替补所以没有所谓的说空窗期空窗期其实没有这么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说整个整个指挥体系里面其实都很很完整啊然后至于说进了恒山指挥所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次事件里面有关于指管的部分嗯就是所谓的指管就是指挥与管制嗯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时程 就是它已经能够定位的时候那已经能够定位了那个通讯为什么还建立的这么困难嗯那其实这个是我们不是要检讨人嗯我们是要检讨这个制度从这个每一次的这个意外里面啊我们都应该要学习一些经验嗯然后透过这些经验以后如果不幸再发生或者真的是暂时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克服我们这次发生这个 不幸的地点其实是在台湾本岛嗯那都已经这个样子了那如果说未来作战的时候在海上在茫茫大海上面那我们该有什么样更精进的作为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所应该要注意的而且在星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也就是刚成立的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是其实已经找到那个黑盒子嗯那未来就 就是由这个调查委员会他要来解读解读这个黑盒子的内容那呃我们在检讨非安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原则特别重要就是不要就是我们当然要探讨原因何在可是不要过分究责因为过分究责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就说会没有人说实话嗯那没有人说实话的情况真相就不明了真相不明就不容易有前车之鉴将来如何去避免类似的 事情发生是吧我们在那个新知节目里面他们都有一些专门讨论非安的这些节目嗯嗯他其实就是因为访谈了这些人这些人都说实话而且他也不过分的究责嗯所以例如说我们现在有那个接地警报啊警报器啊什么这些然后整个的SOP是怎么形成的跟这些都有关系我想请问啊 台湾过去这些年来有几次跟直升机有有有发生关系的重大的呃新闻嗯最轻松的一个是一个女明星跑去跑去拍照是啊这个就不用不说但是我还记得有这个迫降在民房上的也就是在龙潭大街的那那样的飞机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嗯嗯其实飞机的训练啊嗯那呃当然我是海军啊那但是我们海军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反潜直升机啊嗯嗯那以往他们分潜组进驻那个呃成功极舰或刚定极舰嗯那我们都会跟上面的飞官因为飞官也是我们同学啊嗯嗯那也是我们海军官要毕业的是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个新的交流嗯其实我们海军是有模拟机的 S拐动的模拟机模拟机有什么好处就是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安排非常多的因素在里面嗯嗯那其实呃不仅军方是这样民航更是如此啊你要飞过模拟机多少小时然后做过多少排除完成什么签证你才可以上线嗯嗯那呃呃我曾经问过我们的这些飞官啊飞官同学那他们说他们在出任务之前 他们的长官都会抽问嗯嗯如何故障排除就是下一个状况他要立刻背出来嗯嗯背出那些程序那他才就是说哎如果背不出来他可能当当场严厉一点或者因为打的状况太差了立刻换换人执行嗯嗯那如果说不行的话那他回来的时候他可能要重新考核嗯嗯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模拟机的训练非常重要嗯嗯那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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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空军所用的救护队的内容 并不太一样 他要的装备可能更先进 然后而且因为他在高山上面 或者是他在海面上去做一些急救 那他可能需要更精密的一个sensor 所以用黑鹰这样的型的直升机 来从事空军的救护队的工作 或者是接送长官的工作 他任务上是不同的 其实黑鹰本身是没问题的 黑鹰没问题 对那只是我们刚刚讲 他需要额外的其他一些装备 那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讲到说 空军其实在为这一些黑鹰直升机 就从陆军接收来的黑鹰直升机 他要加装装备 那这些装备可能还没装好 就已经要扶清了 那而且大家也认为说这是一个长官的任务 这是势导的任务 并不是救难的任务 所以任何一个不幸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 都是非常复杂的 例如说大家可能看我只是一个小舰长 可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在退伍之后 我曾经在新北市的偏乡 也就是在这一次发生事故的一个西北方的一个偏乡 担任数学老师 我担任两年 其实那个地区就是瑞芳到宜兰这个地方 就是如此 我们在台北市 怎么看天气都是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的 好得很 可是我走106线道 一上就看到 不是 刚过一个隧道 整个都是浓雾 浓雾其实就是 它那个云的 云木高很低 已经低到 到我们地面来了 那 1974年的昌平宜演习 好像也是在这个台北到宜兰之间吧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说现在大家有说 你为什么不走海上啊 或者是为什么不派两架飞机啊什么 现在大家都这么讲 那但是出事之前的话 如果说每次派两架飞机的话 第一个油料的费用啊 平常大家都抱怨这些 那可是出事了 大家都觉得我们要珍惜我们的长官 那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谈到说 我们要如何的 在这些国防预算上面 做正确的一个 一个分配 其实非常重要 那这个不是 这个应该就是在 作业费里面 我们要如何的 让这些长官在 市导的时候 他可以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拍两架飞机 然后而且不要走这么近的路 绕远一点 就是走海面上 安全一点 对走安全一点的路 那其实就好像 我们可以看到 纪德纪 纪德纪回来的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根本就是码头王 所谓的码头王 就一天到晚靠在码头上 为什么 因为他可是四具燃气涡轮 Gas Turbine 什么是燃气涡轮 就是飞机引擎 因为他是万顿级的 一个驱逐舰 那他的耗油 我们都叫那个 叫做吃油怪物 那为什么他到码头 因为每次要派他出去的时候 他耗用的燃油 可能是成功级 或者是康定级的好几倍 那也就是说 长官会有这种心理负担 所以我们讲说 在我们买新装备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到 我们的人员的训练 那还有我们的 那个作业维持 就是说让长官没有 心理负担的之下 以后都派两架飞机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1月6号 星期一 二十四节气里的小韩 今天 专家知识单元 访问的是军事专家 吕理师 我们要谈的是 12月9号的节目里面 曾经提到了 地缘战略在发烧了 岛链围堵 以及四海联动 那四海联动 我当时听得非常兴奋 就是等于全球的一个布局 没有四海联动 讲的是黄海 东海 台海 跟南海 只有在中国附近 岛链围堵 因为岛链的话 就从 如果按照现在这种岛链的话 那其实 在美国的西边来讲 就是夏威夷 中途岛一线 那在东边的话 已经到了非洲的东岸 全球布局 对 就是全球布局 那事实上来讲 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地缘战略在发烧 现在最发烧的应该就是第一岛链 尤其是以前我们只要看一艘 叫做辽宁号 现在又出了一艘山东号 那在11月17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山东号穿越台湾海峡 由北向南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 不管是立法委员或者是什么国安 现在很经常流行的国安人士 就说这个威胁台湾 然后我就说其实不是 他威胁什么台湾 因为其实他没有完全的配备 而且他还没有成军 那很显然的 他通过台湾海峡 而且他已经完成测试了 他只有两个可能 就是成军跟成军训练两种可能 结果果不其然 12月17号就在通过的一个月以后 他就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出席了这个 那个加入战斗序列的这个仪式 那在这之前还有假新闻 那才真的假新闻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可能是山东建编号17这件事情 大概也有一年多了 突然出现一个 所谈的改名叫湖南 然后还说湖南是为了要纪念 毛泽东 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这样的假新闻 到底意义何在 不晓得 因为所有的网民都很疯狂 不是只有在台湾网民疯狂 那个中国的网民 其实再加上他们的爱国主义 他们其实更疯狂 然后他们还会他们的脑补比我们更厉害 就是脑袋里面的小剧场 空想一些 那其实这一些再加上他12月24号 又不明不白的 又从南向北再一次穿越台湾暗想 那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国安人士在对中央社 中央社发稿直接谈到说这一个对台湾的威胁 可是在国安人士还没讲之前 我就已经在我的脸书上面讲 其实不是这个因素 因为这些国安人士 有些可能是党政的关系 有些人可能是学者的关系 他终究不是在这个行业里 可能各位听众常常听到 我常常开个玩笑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 这个是真的 出门看看天色 大军未动的时候 他一动先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无其然是因为台风嘛 为什么 这是因为其实正好有台风穿越菲律宾 要往北转 那个叫做巴逢台风 我们不太知道 对因为他是要去海南岛 其实离我们有一个很远的距离 所以其实气象机有预报 但是其实我们都不注意 其实那一天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12月24号 大家说台湾海峡那天其实很冷 我们要这样子认知 陆地上越冷 在台湾陆地上越冷 代表着东北季风南下 或者是大陆高气压南下 那代表着什么 海上的风浪很可怕 那那一天的 台湾北部海边的预报是什么 风力7至8级 阵风10级 大家说哇这个穷风扼浪 他们还要北通过 一定就是要威胁台湾 怎么会呢 你看一看三亚附近 他原来停在三亚 三东号 三亚附近的预报是什么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9到10级了 是台风 对台风 而且台风通过的时候 是11到13级 阵风14到15级 很大的风 所以他是在躲台风 他是在躲台风 然后就另外有网民说 这么中国的国宝 怎么会顶不住台风 你要不要顶顶看 我们在防台的时候 是个懒加四 我们平常都加双而已 就是加的满满的 到底那个懒装没有办法再绑 然后前面的毛链 直接把跟那个毛分开来 然后把毛链绑在那个懒装上面 船尾要拉那个钢丝懒 然后也是绑在那个码头上 你真的觉得大自然的力量是可怕的 非常可怕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山东 有人说 你这小舰囊怎么会知道说 他没有满载 这是海军的 看他的水线就知道 他的水线离那个水平面那么远 那就代表说他是空载 不然应该是很接近的 那他既然是空载 他的银风面这么大 那他的受风 稳不住 对 那就会力量吃在这个懒绳 跟或者我们讲毛链上 他何必冒那么大风险 他直接往北走就好了 美军也是如此 美国的航空母舰遇到这么大的台风的时候 飓风的时候 他在东岸的时候遇到飓风 一样出港防台 机动防台 直接东岸 就是你台风来 他就他就直接到那个西岸去 那他也不过就是往北走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太相信 觉得小舰长讲的不对 结果果然就是如此 然后他前几天被发现 他就他已经进了大连 他已经回到大连 然后他第一天停在原来的码头 第二天他又进屋了 他到底要在干嘛 进船屋去了 对进船屋 但是进船屋 因为我们其实都看到的是 很模糊的卫星照片 我们又不是国安单位 所拿到的照片都 就是在网路上看到照片 模模糊糊的 你要看到他有没有排水 把水排空 如果没有 他也就是当一般码头使用 如果排空了那不知道还要干嘛 就是他可能这一次 在三亚成军的时候 他可能又发现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是因为他这么长一段时间 他要成军了 他现在要服役了 那他可能要把那个 我们叫海粒子 就是附着在那个水下船壳的 这一些海生物清掉 因为这些东西 他会影响到船树 而且他也会影响到我们船上的冷却系统的运作 所以可能要把它除掉 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 可是如果说是要威胁台湾的话 绝对不是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两次 就是一次往 南还是往北 11月17号往南 12月24号往北 但是我们选战没几天了 他如果这一次从东岸下来 他再经过不管是辽宁或者是山本 你是说从现在到选举之间吗 对 还有几天吗 还有五天 还有五天 那如果按照这个状况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是不单纯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讲的好像是真的是被害妄想症 但是有的时候的确的确是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件事情 既然我们说台湾海峡是公海 那公海上面就会有一定的国际法的规范 如果是公海的话 我们设定是公海 美国的驱逐舰通过的时候 我们都说这是公海 所以美国通过美国的驱逐舰或者是 无意义 对我们没有意义 那为什么山东号来有意义 这个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是这么讲的 你不要说 那个吕建长你这个言论 好像有涉及反渗透法内容 不是哦 不是这样 为什么 我要澄清一下 用美国人的说法 在2016年的12月27号 国务院发言人唐纳 那个时候的国务院发言人 他在讲 那个时候是辽宁舰 不是山东 辽宁舰 第一次从宫古水稻穿越第一岛链 他讲了一件事 假如是在公海上面 辽宁舰也享有航行自由 这个适用包括在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那当然 如果通过宫古海峡是如此 通过台湾暗想 难道不是如此 当然也是 所以我们要认知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又在讲 美国政府又翻换一个脸孔 他又在讲说 这个北京要善尽很多的国际的一些责任 然后不要从事任何危害 那个台湾人民安全 涉及地位的胁迫行为 换了一种嘴里 对了 已经不再是2016年12月27号 所说的公海航行的权利了 对 但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签处长包道格 他就说 这个山东建来来俱去 其实没有特别的讯息 他就是到三亚去成军 回北部 就是回来原来的地方 回到大连 是 就是说 国际法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 反禁 那个禁反言 就是你不能出尔反尔 你不能今天说是公海 明天说对不起 你辽宁建 你说的是哪三个字 禁反言 就是你不能出尔反尔 禁止 说反话 就是你之前说 禁反言 你当初说这个是公海 你现在又说要善尽国际责任 不要从事任何对台湾人民安全的危害 所以我们要有这么样一个认知 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心防 不要一看到解放军 我们就那个就心碎 就刺猬就张起来了 对 而且最近有一两篇新闻在讲到说 公船飞弹的问题 雄山的问题又台上台面了 我们一定要找一集 好好的来谈雄山飞弹 好的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约六号星期一 今天进行单元 专家知识 军事专家 吕吕师在我们现场 中国航空母舰 辽宁号山东号 我们最近这两年听了很多了 但是美国也有航空母舰 美国航空母舰 我们常常听到 尼米兹号 还是福特 福特级 尼米兹级 到底航空母舰 都叫航空母舰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辽宁舰跟山东舰的时候 大家心里的想法 都是直接拿它跟尼米兹级来比 那当然它跟尼米兹就不是在一个量级上面 那甚至 有数字上面可以说明一下 如果说是以排水量来讲的话 那辽宁舰大概就是不到七万吨 那以尼米兹级来讲超过十万吨 那所以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那而且呢 我们在做任何一个装备的一个筹获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想到的就是 它的背景是什么 任何一个合理的程序 都是因应的所谓的敌情威胁 然后做出一个作战需求 就是我因应了这个威胁 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装备 作为对称来反制 那这是我们在做任何的装备筹获的过程当中是如此 那我们有回头想一下 就是说辽宁舰 他当初俄罗斯在 就是那个时候叫苏联 那他当初在坐这艘船的时候 他那时候叫做瓦尔格号的时候 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他其实不叫航空母舰 他其实真正的名称 在苏联的时候 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的名称叫做航空巡洋舰 他叫巡洋舰 他不是航空母舰 但是他飞机是可以放在甲板上的 对 那另外一种翻译叫做载机巡洋舰 就是他可以放 他可以就是刚刚老师所谈到的 他可以在甲 他有飞行甲板上面 也是可以放飞机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设计 这种设计其实因为 我们大家都讲美苏对抗 其实苏联其实不太能够跟美国对抗 那其实苏联他真正的想法 就是他的航空巡洋舰 他真正的目的是来占反潜直升机 要来保护他的一个战略核潜艇 因为他的核潜艇在下面 那他要保护他的战略核潜艇到暂时 他的核导弹能够打得出去 能够从水下打得出去 那当然保护的不是航空母舰一烧而已 那他其实外面还有其他的水面舰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俄罗斯的 苏联的 它的一个航空母舰的设计 其实跟美国非常不一样 我们有曾经看过美国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面 有公船飞弹吗 没有看过 可是苏联的有 他我们讲辽宁号 就辽宁号 他当初从美国 从乌克兰接回来的时候 他的飞行甲板上面 有12个射程可以到达625公里的花钢石 公船飞弹的发射舱 他有那个发射舱 那那个飞弹可以打625公里 他拿来干嘛 他就是用这个飞弹来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 让美国的航空母舰最少跟他保持625公里的距离 那也就是说他的设计是如此 他并不是想要跟美国的这种尼米兹级在大洋决战 他其实正面冲突没有 他其实是要保护他的战略核潜艇 那三冬号呢 这个是最妙的地方 大家都把三冬号比照辽宁号 然后把辽宁号想的跟俄罗斯现在所使用的航母一样 对不起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以前曾经在节目上谈到 就是辽宁号当初接回来的时候 其实根本就是空壳 他只有船身而已 也就是很少人提到的就是辽宁号其实已经算是一艘中国国产的航空母舰 那只是他的外壳是乌克兰做的 那其实他里面的内装通通都是中国自己做的 所以我们来看他从成军一直到他服役 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改装 然后而且他的时程非常的长 你看他在2012年9月25号成军 然后他后来还陆陆续续的进屋 然后来改改的跟什么一样改的跟山东一样 为什么因为他在辽宁号已经得到一些运用的构想 然后他化成山东号的蓝图 然后山东号建造过程没问题 他再回头改 其实互相参照 他就是互相参照 而且不断的透过这种他再创新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很难想象说 他的肚子里到底可以放几架战机 大家都这么想说 哎呀现在最多只能放36架 可是我如果说他换成 那是我们大家现在看歼15 就是他现在的建成机是歼15 如果说他换成了 现在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实验构型 叫歼31的 他又非常的像F35 如果换成那个样子的话 那他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对看中国的这些东西 要有点想象力 为什么有点想象力 因为他不断的在进步 他是不断的在改造 因为也不会有人教他 那殲就是殲灭的殲 殲31跟殲15的主要差别是 其实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过 殲31真正的内容 其实都没看过 因为他只是一个实验构型 那最近我们所看到的 也就是说 他们对于航母的雄星到底是什么 他们到底要几艘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安全研究院 那个国防安全研究院 他提出了 他说在2030年要照四艘 是在最近所提出来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很抱歉 这一个说法在2018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出来了 那个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四艘 为什么是四艘 你是凭空乱想吗 不对 有一种说法说 海军就是三分之一扶勤 三分之一训练 三分之一维修 他是用这个方法推出来 我说我也不是这个方法推出来 他说你 你为什么不是这个方法推出来 我说这个方法推得很Rough 他真正的构想是什么不知道 那他说那你是用什么推出来的 我说他不会告诉你 他要做几条航空母舰 可是我们可以看出他要做几艘驱逐舰 跟做几艘护卫舰 也就是他的平位 我们可以从他的平位舰 回头来推 回头来推 这个才是正确的 那个时候我推就是四艘 而且我们不要忘了 因为他会做几艘驱逐舰呢 我们如果看最近的一个数量 就是去年一年 他一共做了16艘 这1370吨的这种 飞弹护卫舰 这个顿位比较小 大概比我们井江级大一点 那但是他做了八艘700吨的 这个052D的飞弹驱逐舰 然后他还做了两艘 就是他们讲叫做万吨大驱 就是13000吨的05的这种飞弹驱逐舰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他还做了一艘超过三万吨的 075两栖攻击舰 而且现在屋里面有一艘 大概就在今年的7月 2020年 对2020年的7月 现在在屋里的那一艘又会下水 然后他在厂房里面 还有一艘 因为他这是一次招三艘 这一个如果说是以两栖攻击舰组成的 我们叫做远征打击群 以美军的态度来看的话 叫远征打击群 如果以航空母舰来看的话 他就叫做航空母舰战斗群 但是解放军他跟美军的舰载机的能力不一样 他的舰载机的能力比较差 所以他做了非常多 但是他能维持的就是四艘航空母舰 所以你这是倒过来退 那对台湾来讲 最简单的告诉我们 威胁性如何 大概我们这样讲 五年之内没有立即的威胁 五年之后就很难说了 谢谢大家